作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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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幸福婚姻并不容易 已迈入五十年金婚的刘志雄 与王爱君夫妇 曾走过的婚姻低潮 化为婚姻辅导的养分 甚至将真实经历集结成策 探讨家庭议题和信仰真理 只为让破碎家庭 看见真实的盼望 朋友们平安 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 今天我们现场的来宾 是一对夫妻 从美国远到来 他们其实很长年的时间 都做一些辅导性的工作 尤其是辅导很多夫妻 帮助他们走过婚姻当中难关 但其实他们自己 也经历了在婚姻当中 好几年的可可绊绊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 欢迎刘志雄长老 还有爱君师母 两位好 你好 你好主持人 听说两位结婚 很长的时间了 再过一个月 就结婚五十周年了 五十周年是很特别 叫今婚吧 应该要再盛大庆祝一下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多劳了 感情维持这么长时间很好 这才是真的不容易 不过两位其实 我看到资料写 你们都在同一个眷村长大的 是的 在高耸嘛 是的 是有一次办了一个大专院校 社团负责人的碎寒三友会 在台中的东海大学 那是救国团的活动吗 救国团的活动 我们就互相认识了对方 知道了原来同样在一个眷村里 所以当时在那个活动当中 就对艾军姐有一些特别的印象 我大部分认识的人都很精明 都很算计很计较 那我突然碰到一个人 我是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的单纯 这么的 好像英文叫innocent 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对对对 那个就非常的吸引你 吸引我 我刚才讲到说 你们虽然在同一个眷村长大 但是基本上家庭背景啊 什么的像是在两个世界 对 你讲到你们家状况 大概是怎么样 那个年代 在台湾没有离婚这回事的 是 但是我的母亲 在我们十来岁的时候 就选择了放弃家庭 去追求她的爱情 我们家里原来的状况是 相当的被人羡慕 因为我爸爸再怎么说 还是一个小官 那有一点 手上有一点权力 很多人会巴结他 我认识的这些 所谓的叔叔伯伯 都是会巴结我的 因为我是大少爷 但是自从我妈妈离开以后 我爸爸受不了这个打击 当时也不懂 现在回头看 应该他就是depression 忧郁症 就是忧郁症 所以他没有办法工作 他就沉迷在赌博和训酒里面 就喝走了 所以他就 事业完全没有了 那家庭的经济状况 就一落千丈 生活就一蹶不准 而且在那个时代 你家里有这样的事情 是所有的人都认为非常羞耻 尤其又在眷村 大家就很容易口我相传 这种事就传开了 所以我们家就变得是一个 非常被人家弃绝的 看不起的家庭 我那时候是初中二年级 那我心中就会充满了很多的愤怒 那个时候你除了自己之外 家里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我有两个弟弟 所以我从我妈妈离开以后 我要照顾我的两个弟弟 因为爸爸都已经有点点 自己都照顾不好 都找不到他 基本上都找不到他 他常常会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不见的 所以我要想办法去买菜 洗衣服 那个年代没有洗衣机 然后要张罗很多的事情 因为经济很拮据 所以我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 那个时候心情很坏 什么人会跟我混在一起呢 就是有一些也是被大家看不起的人 我们会凑在一起 所以碰到这个事情以后 我里面充满的是仇恨 我恨这个世界 我恨我爸爸所有的朋友 在我爸爸有权有势的时候 他们来巴结 你感受到那人情冷暖 然后我爸爸一堕落 这些人看我们像瘟疫一样 所以那种的痛苦是很强烈的 所以我们几个坏 被别人称为坏小孩 就聚在一块 反正不该干的事就尽量去干 那他们家完全不同啊 他们家这个父母 彼此家里面兄弟姐妹 气氛和乐 一家人就是所谓的小康之家 经济各方面跟我们差距很大的 他在学校又是所谓的三好学生 就是品性好 功课好 人员好 样样好 老师喜欢 同学喜欢 所以你们家里头是 也是军人子弟吗 我爸爸也是军人 但是我爸爸很早就退一下来 进入渔业公司做事 所以我们家那个时候 在整个眷村里面的人来讲 我们家算小康 算环境还不错 环境还不错的 我们家四个孩子 我一个妹妹 两个弟弟 所以你也是排行长 排行长剑 因为我爸爸很宠爱我 所以我在家里面 爸爸虽然管得严 因为是军人 但是他特别宠爱我 所以我从小是在 爸爸很大的呵护宠爱底下 长大的 我是一个这样子充满着爱长大的 我就觉得世界上 好像很多人都很可怜 所以当我见到他的时候 我是觉得对他充满着 怜爱 我觉得世界上哪有这么可怜的人 爹不疼 娘不亲的 那个时候他又很忧郁 可是他又表现得很骄傲 所以我觉得他很酷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应该帮助这个人 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关心他 所以也常把他带到我家 他也感受到我父母对他的爱 可是他那个时候的个性 是心里面满了苦毒跟埋怨 不过后来身边是有个老师是不是 就是后来在你 求学过程对你影响不大 在所有的人都看不起我们 躲离我们的时候 有一位老师是每一次看到我 都会关心我 问我有没有东西吃 如果有时间还要带我去他家里 给我们一点食物 我还会带你回家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对他是充满了感恩 后来就是因为他 有一天他告诉我 我应该要去听福音 那我是给他面子去听的 一个老人家来传福音 在那一次的聚会中 他带我们唱了一条诗歌 就抓住了我 就是回家吧 回家吧 那条歌突然让我感受到 我在地上好像没有家 但是居然有一个人叫我回家 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 会眷顾我这一个 没有人爱没有人要的 我的娘我的爹都不爱的孩子 居然神爱我 所以我就好开心的 就那次遇见了耶稣 我也是差不多高中的时候 是我表哥跟我传福音 然后那个时候 我觉得神这么爱我 我怎么能够不信他 所以我是从 接受神的爱进来的 所以你们两个刚开始认识 虽然都已经是接触了 基督信仰了 但是理解的层次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们的家庭背景 其实养成的过程也很不一样 你们到真的招往的时候 例如说家里好了 家里对于这个男生 你又把他带回家 那我爸爸当时很反对的理由 我们家倒不是那种 贤富就是贤贫爱富的 不是 我爸爸不是那种人 我爸爸唯一考量的是说 志雄非常聪明 我爸爸怕我将来会遇上陈世美 我爸爸觉得说 他有一天一定会成功 他会抛弃 他会辜负你 辜负我 看你委屈 对 因为我爸爸觉得我太傻了 那我因为一直很怜悯他 所以一直那个爱意就出来了 所以然后你那个时候 有感受到 艾军身边所有的人 他的家里的人 他的朋友都对你很反对的 那个气氛 你自己有感觉 非常强烈 非常强烈 他们毫无保留的告诉我 那你在跟他们应对的时候 你会不会又摆出一个比较 我就摆出一个你们凭什么反对呢 所以在这样的气氛之下 后来爸爸怎么同意你们结婚的 我很爱我爸爸 我一辈子没有违背我爸爸任何一件事情 就这事情违背 只有这件事情 但是我不忍伤我爸爸的心 所以其实我是一直在等 等我爸爸看我们是真心相爱 等到他同意 所以我们是一直等 等到他同意 我们才进入婚姻的 结婚那天爸爸感觉起来沉重还是 结婚那天其实 他哭死了 我爸爸很难过 很难过 爸爸很难过 我爸爸把我的手 交在他的手上的时候 老泪纵横 其实这幅图画已经快五十年了 我没有忘记我爸爸的眼泪 我没有忘记我爸爸语重心长的托付我 然后转身对志雄说 这是我最宝贝的女儿 我唯一求的就是希望你好好善待她 但结果你们第一个晚上就吵架了 对 是不是 因为我爸爸在结婚典礼当天 我爸爸开了四十多桌席 他们家就只有两桌 所以我爸爸就很委屈 他也很替我觉得委屈 所以我爸爸那天 我们酒席完了以后 我爸爸就在会场里面 就跟我跟我两个人发脾气 我爸爸三种人脾气不好 他的那个委屈气氛 我们洞房花竹叶 我就跟他说 为什么你让你的爸爸欺负我的爸爸 为什么你让你们家的这个情况 使我爸爸这么伤心 这么委屈 所以你们在刚结婚之后 我刚刚说我也磕磕碰碰的好几年 你们最大的争执点 或是对彼此最不能够接受 不能够谅解的 我父母常常会在我面前 说他都不行 然后会有抱怨 会有委屈 会有埋怨 我父母跟我说了 我就回去跟他吵 我就想改变他 我觉得你没有妈教你 你日常的行事为人 待人处事 你都不行 我用了七年得到的结果是 你的丈夫不会接受 你要改变他的这个事实 所以张老爷 那个时候面对太太 每天都这样子 对你有这么高的期待 你怎么来看那时候的婚姻 我基本上是完全否定那些人的控告 我更认为说我的妻子 你应该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你怎么可以还会站在他们那一边 跟着他们一起 跟着他们一起来说我 我到今天都记得他有一次 跟我说 他们都在说你太骄傲了 你能不能够以后不要那么骄傲 我当时心里面直觉的反应就是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问题呢 哥哥我有骄傲的本钱 能不骄傲吗 最不理解的就是 他觉得他很委屈 他哭 他难受 但是我不能够明白 你为什么 你在难受什么 你为什么会难受 你为什么会哭 我曾经很不要脸的 问他 像我这么好的男人哪里找 所以你心里头有很多的问号 你也搞不清 我到底有问题出在哪里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做一个好丈夫 我所有的工资都上缴 每一分钱都交给他 我不抽烟不喝酒 不打牌 没有任何不良的嗜好 小孩子的事情 不管是接送 带他们看病 都是我的事 买菜 做饭 家里面所有的清洁工作 都是我的事 你才蛮好 我一直搞不懂 我错在哪里 但刚才长老讲的 他种种好 你在当时是没有看到的 你看到他怎么的不好 例如说他的什么东西 他的什么习惯 你最受不了 譬如说我看到他爸爸 没有立刻站起来了 要站好立正 我从小没爹没娘的 我哪里知道要站 你站起来 为什么要站 你站起来呢 我是家教很严的一个家庭 生活习惯里面有很多不一样 对 我记得我们东方花竹叶起来 我要跌背 他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跌背 我说我爸爸从小就教我 早上起来 要把背跌得 四四方方的放在哪里 他说你为什么要跌 我说为什么不跌 他说你不是晚上 还要给它攀开来 继续睡吗 你为什么多此一举呢 带着原来的想法 原来的主观 然后去看彼此 就怎么都都不在一起 没有办法对话 没有办法了解彼此在想什么 他挫败 他委屈 我也挫败 也委屈 而且我那时候有一个很不好的心 就是我觉得我选择了你 我要向所有的人证明 我是对的 我是对的 所以我有任何委屈 我有任何的抱怨 我无人可说 你知道我那时候多惨吗 所以高雄的爱河 是我常常才会的地方 要不是那时候爱河太臭 我就跳下去了 真有这样的念头气到 就是获得的 我想自杀 我想离婚 但是真的一点点敬畏神的心 一点点爱父母的心 让我免犯大错 但你在那个时候的状态是变得情绪上面很不好吗 很不好 会有忧郁还什么的吗 我很暴躁 很暴躁 我本来我妈妈说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是 后来我妈妈说为什么爱君你变成这个样子 我说都是因为刘志雄 都是因为两个孩子 我一点都看不见我里面的罪跟我里面的臭 那个时候的信仰状态也没有很好的帮助也不好 不好 那时候也很穷 那么所以我们要经营我们的事业 经营我们的家庭 那我们觉得到教会很多的时间很浪费 我们跟神请了十年的长假 我兼差的里面我后来找到一份兼差的工作 就是在补习班里面教托福和GRE 那在补习班里面教托福和GRE 教了一期 教了两期 教了三期 我的学生都出国了 我就想想看真的奇怪 我为什么还在这里 我结婚以后有那么多的灾难 就是我不懂得爱 我以为爱是什么 就是我给你最好的 那问题是我给的不是他要的 曾经历无数内心拉扯 婚姻让刘志雄与王爱君对信仰有更深刻的体会 在认识基督信仰后 圣经真理转化为家庭守则 逐渐在差异里找到平衡的相处 直到亲身经历已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他们的精神是我们要一直在学习 不要觉得好像我们二十几岁学的就够了 或是三十几岁学的就够了 然后我觉得我在他们身上 我会觉得他们一直在 他们的婚姻一直在变 他们在世界各地 常常被邀请去做婚姻讲座 因为他们也有一本书 叫做《牵手一事情》 那其实呢 带来的影响非常的大 因为他们这个不是只是 它不是一个知识 它是真实的有经历 它是这样子 一步一脚印的走过来 所以他们教的一方面是有真实的真理的认识 另外一方面呢 他自己有经历过 而且是这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实际的事情 所以他一边教导 一边在做见证 所以他们带出来的国效呢 是非常巨大的 在教会感受到全然接纳的刘志雄 将这一份无条件的爱持续传递下去 在移民美国后决定开放家庭 接待许多无助的青少年 我现在印象最深刻的是 刘章老在我身上花了时间 那我说这种花了时间 不是说为我做什么事情 而是它是花时间陪我讲话 我那段时间很奇怪 有很多问题 我说很多问题 不论是我在外面会出一些事情 或者是我自己有很多 观念上需要理清的问题 我最后都会带到他面前跟他聊 那有时候有一段时间 平均一天会聊一个小时多 然后持续了几个月 在北美是人们呢 都是非常注重他们自己的隐私的 自己的家庭生活 所以不要说家庭打开让人家来住 就是把家庭打开让人家来家里聚会 都非常的困难 所以你要思想 就是说他们不只把家里打开 不是只有一个孩子 是好几个孩子 他家里面都是人 这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他是一种无条件的爱 但是我觉得我父母 他服侍了很多孩子 其实你是他 他身上你会看到 真正的生命改变 这应该也是对他们和对我们大家一个谱定 在婚姻里头呢 两个人都各自委屈 各自有坚持 各自有各种的不满意 这样的状态之下 他们后来去了美国 先要去美国的想法是怎么冒出来的 我那个时候因为需要监很多不同的菜 来赚钱养家 因为我们本来经济条件非常差 那在我监猜的里面 我后来找到一份监猜的工作 就是在补习班里面 教托福和GRE 那在补习班里面 教托福和GRE 这个 教了一期 教了两期 教了三期 我的学生都出国了 我就想想看 这个奇怪了 我为什么还在这里 而且我 其实很早 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想到 我想要服侍神 我想要全时间服侍神 可是我的那个梦一直在那里 就是我要 去念一个学位 我回来在大学里面教书 我就可以接触很多年轻人 所以这是我的梦想 所以当我发觉 我的学生都走了 那个时候 婚姻又是这么的头痛 神在那个时候 就好像一个感动在我的里面 就是说 也许你是时候去读书了 其实我们那时候很穷 也没有钱去读书 但是很奇妙的就是 在那段时间 我不但申请到了 我想去的学校 而且台湾的政府 就在那个时候 推出来了一个叫做 留学生贷款 那我就发现说 好像神在给我开路 那我就开始办 我就去念书 那个时候台湾的政府 不允许带眷属出去 要六个月以后才可以带 所以前面六个月 我是一个人在美国 那个时候 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老大都已经五岁了 老二三岁 那个时间他走了以后 台湾很多的新闻报道 刘美学人 抛弃弃子的新闻 很多都是名人 我那时候看了以后 我发觉 这个丈夫再不好 也比没有好 所以我一下觉得说 我应该珍惜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们好像生命中 缺了一个 一个保护我们 带领我们的那位神 那我就回想说 我们刚开始恋爱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那么我们那时候 有爱主的心 有服侍主的心 所以我心里面就开始 起意觉得 我该回家了 我该回到天父的面前了 我该好好的追求主 所以我是这样子的心态 到了美国 先生是拿着贷款出去的 那如果说你又离开台湾 没有办法工作 又带了两个孩子 所以我们生活 刚去的时候 我非常辛苦 住在学生宿舍里面 非常 非常小的一个 简陋 然后一家四口 然后 晚上起来的时候 那个浴缸 都是蟑螂 那种 那种惧怕 那种惶恐的无助 因为又不好 还要带着两个孩子 但是感谢主 因为我已经 开始回向神了 所以下了飞机的 第一个主日 我就开始去聚会 我好好的爱主 我就把教会当作我的家 教会里面的年长的姐妹弟兄们 非常照顾我们 那个时候台湾区的留学生 经济环境都不好 那他们都请我们吃大餐 所以那个时候让我觉得很温暖很温暖 所以我们很盼望去教会 是 所以我们礼拜五也去 我们礼拜天也去 那在聚会中 我们就听到很多圣经的真理 是 很多的时候 神会借着一些传道人 很重要的提醒 我到今天还记得 当我第一次听到 这样的一句话 对方不能够感受到你的爱 你就等于没有爱 那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知道 所以原来爱是要学的 要学的怎么表达 要学的怎么去体贴 要学的怎么去让对方感受到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开始被神调整 调整 那爱君姐 那个时候自己感受到自己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因为我也一直觉得我很好 所以我并没有觉得 说我要怎么样 很大的学习 那那个时候我开始成立了一个姐妹会 那姐妹会我们到现在42年 没有断过的姐妹会 我们不是查经 我们是读很多有关家庭女人 跟妻子跟母亲角色的 还有我们自己的学习 按照圣经读这些属灵的这些书 从这些书里面 我觉得神在一直的改变我 一直的改变我 所以后来呢 我就印在他写的一本书 那个优秀是训练出来的 那他就让我知道说 孩子可以训练 丈夫也可以训练 老公也可以训练 后来我说我第一个要训练的 就是他一见我就笑 因为你知道当你们两个人一见的时候 彼此都是以笑脸相迎的时候 你整个家里的气氛都不一样 不过你们到美国就很短的时间 开始又恢复聚会 然后邻里面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跟教会里头的互动 肢体之精的互动 那就这样就没再打算回来了吗 原来其实只是去念书的吗 是 去到那边以后 因为投入在教会里面的服饰 在年轻人中间的服饰 从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毕业的 有一段蛮长的时间 神就开始让一些孩子 有极大的难处 他们没有地方去 那我们就把他们接到我们家里来住 所以我们是很早就开始接待 一开始只是接待一个或者是两个 而且他们住的时间不是很长 再后来 神又让一些高中生 高中生 高中生他们甚至于初中生 他们的父母大部分都是教会里面的主要负责的人 牧师 长老 但是他们的孩子是让他们投降的 让他们没有办法了 就求我们帮忙 把孩子摆在我们那里 住在你们家 就住在我们家 那这样子的孩子在我们家住的最多的时候有十个孩子 十个孩子 而且都是男生 连同你们家 你们家就十二个孩子了 后来他们来的时候 我们家两个孩子都去大学 那十个孩子照顾起来 那个听起来很吓人 一个礼拜大概八桶牛奶 一家伦的牛奶 全部都住你们家 全部住我们家 那他们自己也会有时候打闹什么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为什么我们会愿意 而有这么大的牺牲 这么大的爱 愿意来做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志雄 他在高中的时候 受一个加拿大宣教士 妙学礼 妙叔叔 他是妙家的孩子 那时候当他是一个问题青少年的时候 妙叔叔叔是专门照顾这些孩子的 所以他在我跟他结婚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将来只要他有家 他要像妙叔叔一样照顾年轻人 我觉得志雄学习了怎么做爸爸 而且非常成功 然后他对着这些青少年的爱 真的是少有的 他看任何青少年 都是又美又散 所以我就决定说 让志雄能够给他们祝福 一个爸爸的榜样 对 所以我就直收男孩 但后来发生一些什么 你印象最深刻让你爆炸的事情 记得有一个孩子 他的身世真的很可怜 所以他里面的苦毒抱怨 真的很难 他曾经把我气倒过 气倒 晕在地上 气到晕倒 然后他可以吹着口罩 从我的身上 他真的很可怜 但是今天他被主得者 在教会里面大有富士 然后那个孩子呢 后来有一次 在小组分享里面 我听到他跟人家讲 他说我满身都是刺 因为我很多的伤 他说我的老师 我的朋友 我的同学 甚至我的亲人 都不愿意很接触 可是我要壮大我自己 所以我的刺就更强 他说只有刘叔叔跟爱就害你 还愿意不停地来触摸我 我们最早开始接孩子的时候 有些孩子他们还不是弃他 有些孩子其实是趁着我们不在 欺负我的孩子 你的孩子比他们更小 比他们还小 那个时候是我最难学习的时候 因为我的天然反应是愤怒 一定 实在没有良心 我收留你 你还做这种坏事 但是我当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很惊讶 神在我里面的声音 因为我跟神说 神啊他们这样对待我的儿子 太不公平了 然后神就说 你们对待我的儿子 也非常不公平 所以神的那句话 就抚慰了我 里面的 愤怒 各样的愤怒 所以从那个以后 即使是我最爱的妻子 被他们祈祷 我里面都知道 这是主允许的 我如果这个时候用肉体来反应 我不可能挽回这个孩子 那你都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反应 我会把这个孩子 等到事情过了 再找来 再跟他聊 这些孩子 有些应该年纪都不小了 现在他们很多都成家了 很多孩子都做爸爸了 很多都是在教育里面 很有服饰 有一次我们外出 有一个孩子 发了一个图片 照片给我 他说 爱君阿姨 你所有的劳苦都值得了 今天所有台上服饰的 全是我们刘家的孩子 不过这过程真的长达了 很长的时间 有十几年 有十几年 差不多有二十年 二十年 然后你自己 有没有曾经一段时间 这孩子成长过程 因为你太忙了 所以跟孩子互动 比较少一点 我们刚刚到美国的时候 我们家里接待的孩子很少 所以基本上是我们 我们自己的孩子在家里 而那段时间我非常的忙碌 我忙工作 我忙教会 而且我是忙得理直气壮 就是我觉得我是服侍神 直到有一天 神借着一个机会 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读到你们做父亲的 那我读到那句话的时候 我突然就被圣灵光照 那我突然想到说 我以前孩子有什么问题找我 我都是三个字 找你妈 就搞定了 我认为管孩子是妈妈的事情 但那次神让我看到 不是的 管孩子是我的事情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学 当我要学的时候 我的孩子已经都初中了 你跟他谈话 他基本上是用单字回答你 爱理不理 那我就发觉这个问题很严重 后来我跟他们说 我说孩子 从今天开始 除非你看到我在祷告 无论我做任何其他的事 你都可以打断我 我要让你知道 你在我的生命中 比所有的事都重要 那个priority 对 但是有一天非常奇妙的是 教会里面的 主要的几个童工 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们在电话会议 而且有一点争执 所以我还要怎么样 很严肃 去平衡 对 正在那个紧要关头 他来找你了 他走到我旁边说 Daddy 所以我就跟所有的童工讲 我说对不起 我这边有很紧急的事情 我们回头再谈 我要电话挂了 然后我就问他 什么事 我说Yes 有什么事吗 他看看我 Nothing 第一个反应是愤怒 对 但是我愤怒之后 突然笑起来 因为我发现说 他在试探我 然后我那个时候 就要求我自己 不管我多忙 我每天一定 每个孩子 两个孩子 每个人都给他们半个钟头 是一对一的时间 刚开始很尴尬的 我进到他的房间 他就问我说 你来干什么 我说来陪陪你 给你讲话 他在电脑上 他忙得不得了 都不理你 我就守在那里半个小时 真的 然后慢慢的 他就开始放下他的东西 开始来跟我聊天 到今天 我的两个孩子 无论天涯海角 什么时候我们碰到一起 他们都有说不完的话跟我聊 好棒喔 他们现在都四十几岁了 对不对 我的两个孩子都四十多岁了 有一次我跟一群孩子们 吃麻辣火锅 吃完火锅以后 我上厕所突然发现有血 我就去看医生 完全没有想到 晴天霹零 检台一出来 那个医生就说 情况非常不好 未曾想过会离癌的刘志雄 在教会和太太陪伴带导中 保持平静 接受密集治疗 临危不乱的态度 成为许多人的榜样 明明是他们得癌症 明明是他们在困难 但是有其他人比他们的情绪 更激动 还要更感伤 还要更痛苦 他们还要在其中安慰这些人 那然而这是 然而正是这些 看似困难和痛苦的经历中 他们在诸里的信心 喜乐与盼望鼓励的许多多人 他面对要开刀的时候 他就是真的是很平静 很照常 他开刀完 他身体上真的很痛 他很痛很久 对这个也是很难 那我相信那时候 他也是抓之神 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的震惊 非常的惊讶 为什么呢 他们认为说 柳长老是一个服侍神的人 什么样子爱主 为什么他会生病 这是很多人呢 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 甚至是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 好像对他们信仰是一个打击 但是我们后来就看到说 柳长老其实用一个 非常正确的态度来看待疾病 而且他们依靠主 相信主这样子走过来 所以他不是因为就是说 他服侍不是因为他身体的情况 他其实后来走过来之后 超乎医生的想象 他在全世界仍旧在服侍族 所以后来弟兄姐妹 因为看到这样的一个见证 其实信心也是被建立起来的 大半辈子都在忙着服侍的长老 其实身体状况一直都很不错 就没想到后来在一个意外的状况之下 发现自己疾患癌症 整个医治的过程也还蛮惊险的 是在什么样的情形 你是觉得不舒服吗 所以去做检查 有一次我跟一群孩子们吃麻辣火锅 吃完火锅以后 我上厕所突然发现有血 我就去看医生 完全没有想到晴天霹雳 检查一出来 那个医生就说情况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要尽快处理 所以那时候是在哪个地方看到中 职场 职场 后来医生说第三期 然后我就听一些弟兄姐妹 第三期很严重 对不对 各种的声音就来了 所以后来我们 他就开始做一系列的研究 了解一下美国的医生 美国的医院 那么刚好台湾我们也有认识的弟兄 做医生的 那个时候因为已经到了12月 终要过圣诞节了 所以圣诞节期间 那两个礼拜 美国是很忙 然后绑架 但是医生确实说 这个肿瘤会很快扩大 你要早点处理 所以我们就决定12月17号 就直接飞到台湾 那也没几天之后的时间 对 我们很快 所以决定了等于16号 决定了那个确定 17号我们的飞机 21号就开到 然后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 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 心情的低落 坐了十几个钟头的飞机 当我们到了高雄的家的时候 拿出钥匙要开门的时候 里面门就被打开了 儿子媳妇满室的灯光 笑脸相依我们 然后安慰我们 然后就是他们的陪伴 让我们就一下子觉得 哇 好有力量 所以他们就一直陪伴 女儿在香港 跟女婿也飞到台湾 全程的手术 跟他爸爸的康复 孩子都在旁边陪伴 在进手术室之前 长老你躺在那边预备 要进去开刀 心情还是有点忐忑会吗 我其实大部分时间 都是很平静的 可是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 好像是进入到一个 鼠灵的征战 我从来没有遇见过 邪恶的视力 是如此的真实 我眼睛所看见的 那个画面就是非常 恐怖的脸孔 那种嘲笑的声音 你爱神 你服侍神 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的神在哪里 然后你看看你明天 到时候你就死在 手术台上 我不知道我是睡的 还是醒的 但是我知道 这是非常真实的 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突然之间 我里面有一句话出来 是 我听到主耶稣的声音 是 他说 我曾经活过 我曾经死过 我如今永远长存 我就里面 一下子有一个光出来 所有那些 来恐吓我的东西 我可以对他笑 当我一笑的时候 立马消失 第二天早晨 我还没有醒来 医生就来叫我 就跟我说 我把你排的第一个进去 第一台道 然后医生跟我说 我估计一个半小时 你就OK了 你就会出来 后来我不知道 五个小时 六个小时 我觉得我在等待的时候 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 照说我应该很焦虑 很丢急 很担心 因为在那个时候 他进手术台的时候 在美国的教会 我们照顾的年轻人 还有跟我一起的姐妹 还有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守望祷告 一直到他出病房 那是美国的半夜 这个有一两百人 都在那里迫切地 为我们祷告 所以我觉得 我能够平静安稳 我用那个感觉 我可以吃得下 睡得着 我可以知道 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好奇妙 好奇妙的恩典 所以虽然手术的时间 比预计的长很多 但最后开出来的状况是好的 医生手术以后来看我 第一天来看我的时候 就没有跟我解释 为什么要那么久 一直到第四天 他才跟我讲 放心了 没事了 后来我从别的医生的朋友那边才知道 手术会那么长 是因为他进去以后他发现 他原来以为淋巴里面有的癌细胞 是他看到的东西 找不到 那他切下来的切片的 把那些淋巴切片去检验 都说没有癌细胞 可是明明就有看到的 对 然后他不甘心 所以他叫他们重做 就是说可能是这个 你切片的时候 你只看到这边 这边没看到 所以一直拖到礼拜 就第四天才告诉我 OK 所以我想是神很大的一个怜悯 那整个的过程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享受了多少弟兄姐妹的爱 因为不只是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网络的时代 对 信息一传 对 好多世界各地我们不认识的弟兄姐妹 后来我们去讲道的时候 无论在欧洲 无论在澳洲 无论在中国大陆 甚至于日本 我们都有碰到弟兄姐妹 过来告诉我们 那时候我为你们祷告 那时候我怎么样为你祷告 我一个晚上为你祷告 那都多久以前的事情了 2014 2014年 十年前差不多 十年前 最早是诊断出是癌症三期 后来开完刀以后 是二期半 所以他没有做化疗 就直接开了刀 对 那到现在十年的时间 身体恢复的状况都好 现在都很正常了 癌症这个东西啊 没有多好就回事了 因为癌细胞不是外面来的 对 是我们自己身体自己做的 对 所以我们 只是我们的身体状况好的时候 它是会被控制在一个 被压着的 压着的一个状况 对 那神一直就有恩典带领 我自己是很清楚知道 圣经里的话 我们的外体 是一天一天的衰败的 对 这个地方没有问题 别的地方还是会有问题的 但是呢 里面的人 要一天心事一天 那个才是我们最大的盼望 爱云姐 那你自己呢 就是经历了先生这么一段 哇 这么大的疾病 然后这十年的时间 你自己在信仰上面 又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体会吗 现在 我深深的体会 如果我生命中没有神 我可能就没有 我存在这个世界上 我真正的痛苦 是从结婚开始 因为我知道 那要承担一个 建立家世的责任 托付使命 是非常艰巨的 因为我们要帮助的 是一个男人 而且是一个罪人 而我们自己 也是一个最终的罪魁女人 而且我们实在里面 有太多的肉体 逐一毁坏 神给我们所有的祝福 所以神允许 在我们周围许多的工具 来雕缩破碎我们 为的是让我们里面 有一个可以承载 他要给祝福的器皿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你有天父 你有主 你有神 如果你知道你有这三位 你就有盼望 你就能够知道 你为什么活着 有能力 生命中加给你的东西 你有能力去胜 没有人生命中一帆风顺 是 然后最后 有没有给大家 一些鼓励祝福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 都不一样 是的 神给每一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要学会 相信这一位比我们聪明 比我们伟大 有爱我们的神 他给我们的带领 就是最好的 我们就会珍惜每一天 努力地做神给我们 有机会做的事情 尤其刚才提到说 虽然你想到 以后在天上好都无比 可是你却没有像现在 有机会可以为神摆脏 有机会可以做一些什么 是为了也表达我们对神的爱 跟神有机会可以用我们 我觉得其实 想想最大得着还是自己 阿们 因为有这个过程 我们自己才会与神同行 也才会因为这样子 有成长的机会 是的 谢谢两位非常美好的 祝福跟见证 谢谢 谢谢 谢谢给我们这个机会 现在的朋友们 今天你听到刘长老 跟师母的见证的时候 你一定会发现到说 这位神对他们来讲 是这么样子的真实 也就是说 许多的时候 我们可能认为 信仰 有信仰 就可以帮助我们 人就会改变 其实是 也不是 一个人 不能只有信仰 其实 要对这位神 尤其是他的真理 要有真实的认识 一个人 只有当他 明白了真理 这个真理 才能叫我们 得到自由 许多的时候 我们遇到说 可能是婚姻 遇到问题 你会认为说 可能要寻找一个 对的方法 或者是什么样的 一个技巧 以至于婚姻的关系 会改变 那说实在的 再多的技巧 再多的方法 如果人不愿意 改变的话 这些都是枉然的 那人怎么样子 会愿意改变呢 其实是因为 认识了神 而他的真理之后 人因着顺服 才能改变的 在今天的见证里面 你听见的就是说 因为认识了神之后 这长老跟师母 他们的婚姻 有一个 极大的一个改变之外 其实他们的家庭的关系 甚至他们一切所做的 都跟着改变 甚至不止 他们自己变好了 他们也可以成为 多人的帮助 许多家庭的帮助 而且他们其实是 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呢 都在帮助 许许多多的家庭 当长老自己在 身体上面 遇到困难的时候 其实神也非常的奇妙 带领他度过 其实我们的生命呢 都在神的手里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你还没有信仰 我邀请你 今天就来认识这位神 而如果你已经有了 这个信仰 我要邀请你进一步 你要来认识这位神 尤其是明白祂的话语 而且要起来 愿意顺服祂 朋友们 如果你愿意的话 好吧 我带你一起来祷告 天父 当我们今天 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 我相信今天的见证 正在对许多人来讲话 如果朋友们 你还没有信主耶稣 这时候邀请你 跟着我一起这样祷告 天父 要在接受 在听这个见证的 许多的人 这个时候 他们需要来认识你 阿爸父 在你面前来祷告 主啊 当他们心向着你 来敞开的时候 主啊 你进到他们的生命里 以至于他们生命 有一个极大的转变 当他们愿意 心向你敞开的时候 主你是垂听祷告的主 你必定回应他们的祷告 主 孩子特别要为许多 已经是基督徒的 弟兄姐妹 还有这些的夫妻们 来祷告 主啊 你帮助我们 有一个明白 心里面一个明白的认知 我们不能只是光有信仰 主啊 你帮助我们 都有一个乐意 要认识你的心 而且是认真的来对待 这个信仰 而且有一个顺服的心 孩子知道 当人们认真的来对待 主你自己的时候 主你必定在他们生命里面 带来极大的翻转 谢谢主 你今天透过 主你的仆人使女 所带给我们这样子 生命的见证 愿这个见证 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以及造就 感谢赞美你 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 你最宝贵的圣名 Amen 亲爱的朋友们 愿上帝大大的赐福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